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上节课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JavaScript中的 这个流程控制 学到了我们这个 循环语句中的Full循环 那可以通过Full循环的精确 控制我们的循环次数 也在我们的课程中给大家留了几个 小练习 那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练习来做一下 首先第一个练习 让我们实现一下 1到100之间 基数的和 求 1到100之间 基数的和 那就可以这么来写 Full VRI等于1 I小一等于100 I加加 接着我们可以来写一下 Sum加等于一个I 可以声明一下Sum 来保存一个 等于一个0 来保存我们的这个 加完之后的值 输出一下 1到100之间 基数的和为 拼上一个Sum 再拼上一个水平线 那这时候你看 这是求到1到100的和 那我们想求基数的和 是不是要做一个判断 F I 百分号 2 等于等于1的话 代表是我们的基数 写一个Sum加等于一个1 I 就可以 那得到的结果是2500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第二个让你来求 1到100之间 偶数的和 是不是也一样呀 可以再换一种方式来写 求1到100之间 偶数的和 可以判断一下 可以写一个for VR I等于1 I小一等100 I加加 接着我们来判断一下 If I 百分号2 等于等于0的话 代表是一个偶数 Sum加 等于一个I 接着我们输出 Document 表 Write一下 1到100之间 偶数的和 为 拼上一个Sum 再拼上一个换行 别忘了 Sum我们再出手化为0 Sum等于一个0 否则就会把之前的这个值加上 那现在得到结果2550 也没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 还让你输出一个到的99乘法表 输出 倒置的 99乘法表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来写 我们可以在这来写 这一次呢 我们都通过这个js输出来写 Document Write 先出出一个table 给它来一点属性 乘对来写 斜线table 设定一下表格的样式 Boulder 写成一个1 宽 Self-Hiding 0 Self-Spacing 也是0 BG Color 写成一个这个颜色 宽度 百分号80 再往下 For VR I等于1 I 小于等于 这次要倒置的I等于 9开始 I 大于等于1 接着I 减减 就可以了 接着输出一下我们的行 点Rite 一下 外层循环控制 行 内层循环控制 列 再写一个for VR J等于1 J小于等于I 接着J 加加 再来写一个document.write 输出我们的单元格 斜线TD 在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一下 拼上一个I 接着再拼上一个 乘号 再拼上一个J 再拼上一个等号 再拼上一个I乘J 好 得到结果 倒置的99乘法表 把这个乘号变成一个X 也行 这样的效果 一个倒置的99乘法表 我们也可以来运行一下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接着再往下 还让你做一个 当时那个T干 广固化小机了 是不是摆钱买摆机啊 对吧 应该是100块钱 买100只机 一共有多少种买法 记住 不是买多少只机 是买100只机 好 相信小伙伴呢 应该已经看到了 这个问题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通过 两种方式实现 可以通过三层 负循环的嵌套 也可以通过两层 负循环也能实现 我们先写低三层的 那可以来算一下 VRI等一个1 I小于等于 或者I等于0开始 接着I小于等于 公鸡是不是5块钱每只啊 那100块钱 最多是不是也就买20只 接着I加加 同样的再写 FOR VR J等于一个0 接着J最多买多少只 33只 J加加 再往下再写 FOR VR Z等于一个0 接着Z 小于等于多少呀 是不是3元每只啊 最多可以买多少只 对 小于等于啊 100只 最大就可以买100只 接着呢 Z加加 因为最多是买100只基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写一个条件 IF X加Y加Z 正好要等于等于多少呀 100 并且 我们的钱数是不是也要为100呀 应该是5乘以一个 X 再加上一个 多少 3乘以一个 Z 再加上一个 Z 除以3 正好要等于等于我们的100 这时候才代表满足我们的条件 我可以输出一个 第二 Right 攻击 拼上一个 X 拼上一个I 不是X啊 是I Z 和Z 接着再拼上 母鸡 是Z只 再拼上一个 小鸡 是Z只 再拼一个 水平线 那现在得到结果 公鸡买0只 母鸡25 小鸡75 接着你看 一共这四种结果 这样的效果 正好加起来是100 而且钱数也是100 那第一种方式呢 我们是通过三层后循环来实现的 那第二种形式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两层后循环来实现 效果也是一样的 输出一个红色的线 首先来设定 还是设定一下 买公鸡是 0只I 小于等于20 I ++ 再往下 再往下写成一个4 VR 母鸡可以买上 这一只 其实点是0 J小于等于33 接着J++ 那去掉公鸡和母鸡 是不是小鸡蛋的数量了 那Z就等于100减去X 减去一个Y 那首先呢 需要注意 Z是 一块钱可以买三只 一定是三的倍数才可以 所以说我判断一下 IF Z 百分号3 等于等于0 接着 并且是 我们还要写 3 加上 5 乘以一个 这又是X了 数学写快 写多了 应该是I和Z 5乘以一个I 加上一个3 乘以一个Z 加上一个Z 除以3 正好也要等于等于多少呀 100块钱 才可以 这时候我们就再输出一下 write一下 把它拿过来就可以 一样的 我就不再写了 好 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 Z 百分号3 要等于等于0 并且是 5 乘以一个I 加上一个3 乘以一个J 加上一个Z 除以一个3 正好应该等于等于100 才代表符合我们的要求 来看一下 不对吗 百分号3 对三取域要等于等于0 那接着呢 并且 5乘以I 加上一个3 乘以一个J 加上一个Z 除以一个3 应该等于等于0 没问题呀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去掉 Document 运行一下啊 看一下哪报错了 好 没有报错 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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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Z I J和Z I小于等于20 for J等于0 J小于等于多少呀 33啊 33 刚才烧写了一个3 没问题 那现在得到的结果 和上面通过三层循环实现的 是不是一样呀 对 那现在你看到我们通过是两层循环也实现了 肯定了两层循环的效率比三层要高 也可以 所以说大家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都能实现 比较简单的算法题 当然呢 有的同学如果想学这种算法呢 你可以到网上有好多通过我们C语言实现的这种算法题 你通过我们的JS也能实现 那这块呢 这个算法呢 我就不带着大家再做过多的练习了 这是我们的for循环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 在我们的循环中 还有两种循环 一个是while循环 一个是dowhile循环 那这两个循环呢 就简单了 但是呢 它们两个也是有区别的 首先while循环和dowhile循环来看一下 碰到它 我们的程序是如何来走的 while6 程序碰到while循环 首先判断while这个表 括号中的表达式的真假 如果为真的话 会执行循环体 如果为假的话 整个while循环就结束了 那在这块需要注意 如果它为真 执行循环体 执行完毕之后没代码了 再来判断这个表达式 是否为真 如果还为真的话 继续执行我们的循环体 那接着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while循环 那dowhile循环和它差不多 但是区别就是会先度一次 再来判断这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会先无条件的执行一次循环体 接着再来判断这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继续来执行 这也是while和dowhile的区别 它会无条件的执行一次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假如说我们想输出 1到10之间的数字 可以写一个 while i等于1 接着while i小于等于10 为真的话 这时候我们可以来执行我们的循环体 输出一个i 接着再输出一个换行 再让我们的i++ 这时候你看到输出的结果1到10 那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此时你再输出一下i的值是多少 对是11 到11的时候 11小于等于10 为假了 整个while循环结束 程序往下走 所以说此时 i的值是1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 碰到while循环 就是看这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如果说这个表达式为假的话 你看一下是否能执行我们的循环体 最简单的写一个false 输出一下 hello king 那能看到它吗 对 不能看到 程序往下走 写成一个continue 这样的效果 只会看到一个continue 因为这个表达式为假 那如果说你此时把它换成duel的话 再来看 它会无条件的执行一次 写成一个 hello my 写成一个false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一次 这个hello my 接着呢 程序再往下走 好 你看一下 我们输出一个继续 刚才那被我们删掉了 这时候会无条件的执行一次这个循环体 接着再来判断这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再来继续执行 这也是while和duel的一个区别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搞清楚 那接着再看 我们在写while的时候 再写一个i 等于一个1 while i 大于等于0 接着再往下 输出一下 i 接着再写成一个 换行 我们不要保存 因为这又是一个死循环 i++ 现在是不是又是一个死循环了 对 没问题 在循环体中 想结束我们的一个循环 也可以通过谁呢 在我们的for循环的时候 可以通过谁来结束 对 break 同样的break 也可以结束 像while循环 包括和duel循环 都可以 那现在我们想输出1到10的话 可以来写 if i 等于等于10的话 这时候写一个break 就可以 啊 i等于等于10 i大于等于 大于10的时候break 如果等于10的时候 显然break了 是不是整个well循环就结束了 程序继续往下走 只会出现多少 1到9 那接着你要在上方判断呢 也是一样的 1到9也可以啊 就这个意思 你看一下效果 如果等于10的话 直接结束了 或者你把它改成大于10 这时候出现的是1到10的效果 啊 直接就结束了 你把它放到上方 也可以 1到10 那break呢 同样的可以结束我们的well循环 包括do well循环 那可以用break 那接着我想跳过当次循环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continue呀 对 没问题 再看一下 再写一个i等于1 well i小于等于10 输出一下 要write一下i 再pin上一个换行 if 哦 又死循环了 我一下保存了 结束一下 不小心又保存了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 所以说不要直接来写 来打开 这一次呢 我们先把它改回来 稍等 打开我们的文件 well 在这块又是一个死循环 接着i 加加 这次呢 再来点开 你看一下 这是可以的 出现了1到10 没问题 那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 if i等于等于3的时候 我们写上一个break 那得到的结果应该是1和2 那如果说想跳过当次循环 我们可以把break 换成我们的continue 对 continue之后的代码段 是不是不会被执行了 但是你看一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 碰到well循环 1小于等于10为真 1等于等于3为假 数出1 接着2 当等于3的时候 continue 是不是又到这了 那此时还是3 这样写 是不是又是一个死循环了 要想跳过这一块 应该再写成一个i 加加才可以 那现在得到的结果 1245678910 没有3 同样的可以通过continue 跳过当次循环 跳过当次循环 这样两个特殊的流程控制 也可以 那其实呢 你看到在这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样两个特殊的流程控制 已经说完了 break代表中止我们的循环 continue呢 代表跳过当次循环 进入下次循环 也可以 这是我们这两个特殊的流程控制 那到此为止呢 你看我们well循环 包括dwell 没有做太多的案例 搞清楚well 包括dwell的执行流程就可以 在以后我们用到它的时候 在具体的应用中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循环 并不是说循环就已经完事了 在这块呢 写的都是一些测试的玩具代码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我们这个循环 包括我们的if语句 好好地看一下 这都是打基础的 在之后我们做实际的案例的时候 会用到我们这些基础内容 所以说基础一定要打牢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